第七个 背着一口皮箱的男人躲进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是大雨中的一朵蘑菇 他以为听到的应该是欢迎光临 但不是今天他听到的是第七个和一串女人的笑声 他全身湿透了 他知道他们是笑他 但不明白笑什么 他心里不爽快 但不想表现出来 他的样子像一个目测高深的魔术师 他的皮箱里装着大把的项链 戒指 耳环 手链 腰链 别针 法夹 像一座小小的金银岛 他每个星期三中午到这个巷子口 迎接旁边这栋大楼里的坟领上班族 他们见到他总是容光焕发 但他们不看他 他们迫不及待盯紧他带来的饰品 他批来的饰品都是韩国货 他们爱不释手 互相比看 一边轻暗额头上低下的汗珠 嘴里嚷着好热啊 却迟迟不肯走 他总想笑 但不表现出来 现在一场暴雨 他躲进便利商店 盘算着 这雨会下多久 他们会撑着美丽的伞来寻他吗 如果雨停得太晚 也许他们就回办公室 不再出来了 他要碰碰运气等他们吗 第七个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皮箱 见证了这个城市不灭的生命力 曾有一个男人 靠近他的皮箱 对似乎熟识的女人说 也就是一口皮箱啊 你们怎么能看那么久啊 那男人不知道 这口皮箱是那些女人的多拉A梦 便利商店是城市的多拉A梦 短髮期间的女人 回到住家旁的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与女人的家 距离不到50公尺 曾经他依赖这里 像海浪依赖着沙滩 他总在这里买报纸 咖啡 便当 提款 缴手机费 停车费 加值悠游卡 影印 寄快递 领取发票奖金 网络购书 便利商店是他的厨房 他的书报摊 他的邮局 他的银行 他的政府 他回到这里 向燕子找回熟悉的梁柱 小时候 母亲也曾离家出走 走了几天 又回来窥探几个小孩 他回到巷口的干妈店 陶给牛告诉他 几天来都是大家端饭过去 最小的每天哭着找妈妈 爸爸整天发脾气打人 干妈店聚集更多的邻居 七言八语叙述孩子的惨状 然后促勇着他 促勇他母亲回家 干妈店是一个赤后站 守望着全向家庭的幸与不幸 干妈店是一个集体心理治疗中心 悲伤的女人在那里倾斜哀愁 他的母亲回家了 孩子们重新拥抱妈妈 这个城市失去了干妈店 短髮集间的女人走进便利商店 第八个 他愣了愣 不知大家喊着什么 那几个店员也许认得他 就在几个礼拜前 那个万圣节的夜晚 他还和丈夫尾随一大群孩子来要糖果 他们一路要到便利商店来 带吸血鬼面具的大孩子 对着店员嚷 Trick or treat 他担心引起误会 急急上前 一个年轻店员对他咧嘴一笑 然后进厨藏室里 找来一包包的雪饼 牛奶糖果冻分给小朋友 他也许不记得了 那天他的嘴巴画得陡大 脸颊上还画了几颗心 那天在孩子们的欢呼声里 短髮女人瞥见丈夫 接起一通奇怪的电话之后 便沉默诗人 他完全知道怎么回事 那段时间里 他在家经常接起不说话的电话 他上网进入丈夫的电子信箱 他以女儿的生日为密码 他一猜就猜中 他深爱女儿 女儿是他们婚姻关系里最重要的环扣 他已不爱她 然而他爱她吗 他决定不要复制母亲的生命 为了孩子守着一个 已不相爱的男人 他决心出走 强忍割舍女儿的痛楚 那是最惨烈的试验 他终于明白 当年母亲出走后 为什么又回到巷口小店 他以为他可以看一看就走 从此却留了下来 他踏着跟母亲一样的脚步 回到巷口的便利商店 在这里他却是一个永远的陌生人 即便他过去天天来买报纸 他们喊第八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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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